孙子为了能够出国留学,竟卖了太爷爷的棺材,买了辆汽车,本期立歌带来电影《缺里人家》。 在孔子的故乡有一条街叫做缺里街,在这条街上住着孔子的后人,春节将至,孔家人都在忙活着准备过年。 孔维本卖了太爷爷的寿财,买了一辆旧车,打算做导游去赚外国人的大钱,但他这一举动并没有告诉父亲孔德贤,德贤回到家, 听到孔本信誓旦旦的言论,气得拿起锄头就往车上招呼。 孔本当然不同意,家里的其他人也赶紧阻止,几人推嗓间,门外走进来一个容光焕发的老大爷。 孔本脸上一乐,原来是远在北京当干部的爷爷回家了,爷爷好不容易回家一趟,大伙都很开心,可德贤的脸上却不见喜色。 唯有和爷爷面对面时才挤出一丝笑容,明明是父子,两人却都没什么交流,德贤的妻子断来了茶水, 看气氛凝瑟,连忙招呼儿媳妇玉美把刚出生的小孙子带来。 爷爷看见虫孙子乐得眉开眼笑,还要抱着虫孙子,去看家里年过茂蝶的太爷爷。 这次他回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太爷爷过九十大寿,一家老小齐聚一堂,从太爷爷到虫孙子已经是五代同堂了,爷爷拿出礼物送给大家,大伙高兴兴地拿了礼物。 可当爷爷把从日本带来的体虚刀递到德贤面前,德贤却一脸漠然地说,国产的就挺好用。 爷爷脸上的笑慢慢消失了,大伙也都寒蝉若静,不敢言语。 太爷爷瞇了瞇眼,似乎受不了屋内加硬的气氛,挤身离开了。 太爷爷一走,爷爷的兄弟三爷爷连忙出来打圆场,气氛又热落起来。 大伙商量着不醉不归,屋外德贤再一次走过,爷爷隔着门帘和他对望,似有千言万语却不可说。 晚上德贤把维本叫出院子,让他三天内把车子卖了,好好工作。 维本原是一个教师,从上学期就总请假不上班,还念叨着要出国留学,虽然学校的校长是他二叔,可自家亲戚也不能包庇得太明目张胆。 维本在德贤就碰了臂,只好找爷爷撑腰,毕竟德贤在顽固,也得听从自己父亲的话。 爷爷虽然年迈,思想却很先进,他并不反对维本出国留学就有世界的梦想。 只是维本现在英语没学好,出国这件事并不是嘴上说说这么容易的。 另一边准备休息的德贤和妻子也聊起了爷爷,妻子让德贤对爷爷好一些,不要给爷爷脸色看。 爷爷眼看也鼓吸了,可能这是最后一次回家。 德贤也不好受,他确实是想孝敬孝敬父亲的,可是想到自己的母亲他又实在没有办法拉下脸来。 第二天,维本把一个外国好友带回了家,他叫安妮,来维本家体验春节氛围,晚上一家子又聚在了一起,难得的一顿团圆饭,让安妮倍感羡慕。 他忍不住和维本一家说起自己的遭遇,他从没有看过自己的爷爷,因为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,父亲娶了另外一个女人,组建了新的家庭。 说到这里,原本热络和睦的氛围又冷了下来,外面噼里啪啦的烟花和鞭炮的声音不绝于耳。 德贤妻子连忙让维本带着安妮去放烟花,一顿团圆饭,大家心思各异地吃完了。 饭桌上最后剩下了德贤和爷爷,爷爷为德贤倒了杯酒,想和他聊聊,但德贤却把酒推了回去,还让儿媳妇伺候爷爷休息。 爷爷红着眼,德贤啊,我们为什么不能推心置腹地谈一谈,我知道你恨我怨我,可我七十了,我都七十了。 爷爷的祈求并没有得到回应,隔天,维本特意的二叔家拜年,二叔对他一直不去上学上班的事情非常不满。 维本原想再走走后门,让二叔宽限几天,但二叔这次不再包庇他了,让他年初留必须按时上班。 家里,德贤妻子让爷爷和德贤定下来他爷爷九十大寿的牌面,爷爷原本想着就自家人聚一聚,德贤一听就不高兴了,他觉得自己从小是他爷爷拉扯大的,一定要好好办。 爷爷没有反对,他拿出钱想让德贤他们办好,但德贤把钱推了回去,什么都没说就走了。 好在妻子做了合适老,爷爷面上才不算太难堪。 寿宴的事情总算是定下来了,但维本的事情却有了新的进展。 二叔来到维本家里,和德贤说了维本的工作,因为维本不负责,二叔只好大意灭亲地把他开除了。 德贤没有对自家兄弟说什么,可是维本却毫不客气地批评。 他知道维本没能力考去国外,只能想些其他的办法,所以让维本赶紧卖了车去学校报道,并且要写三份检讨,一份给学校,一份给教育局,还有一份给二叔。 可维本哪是这么听话的,他觉得自己被看不起了,一气之下写了离职申请。 德贤说,你要辞职,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,你走,带上你的离职申请,永远别进孔家门。 维本也没有退让,他拿着离职书叫走,走之前还奚落了一辈子固守一方的父亲,说自己的榜样,是勇于外出闯荡的爷爷。 欲美用离婚妖邪让他回来,可维本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这一走,德贤再也忍不住,他拿起锄头把车给砸了,也没有理会爷爷的劝说。 直到太爷爷听到声响出来,阻止了德贤的举动,并让大家都进屋。 唯独留下了爷爷,太爷爷拿给爷爷一根打了结的绳子,让爷爷解开,爷爷明白了,解灵还须,系灵人。 维本离家出走后,去到了三爷爷家住,三爷爷是个老光棍,他一个人过得情严自在,维本去了之后,却什么都不自在,连生活做饭也不会。 这时爷爷拿着几本英语书来到了三爷爷家里,维本看到书头都大了,他如果要学这些书,不知道猴年马夜才能出国,爷爷一听,假装要烧书,维本这才把书收下了。 爷爷建议维本一边上班一边学习,只要目标坚定,什么都挡不住他出国的脚步,他告诉维本,有一种人是要不得,他们老是抱怨,抱怨生活,抱怨脚下的土地,甚至也抱怨自己的黄皮肤和眼睛。 可是他们什么都不干,没有做人的责任感,就不会做人,你同意吗? 爷爷的话让维本放下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固执,他不愿被自己的榜样看不起,接受了爷爷的建议。 这天天气不错,爷爷带维本去山上打猎,他告诉维本自己当时和部队一起离开, 奶奶就带着德贤在身后追,奶奶想让爷爷再看看儿子,可是爷爷没有办法啊,号角在吹,部队在前进,他停不下来,停不下来啊。 就这样爷爷走了,等他在北京扎了根,再次见到德贤的时候,德贤却怎么都不愿意开口叫他爹,甚至一个人从北京跑回了家。 后来爷爷和交过自己的卫生员结了婚,组成了新的家庭。 维本问爷爷后悔吗?爷爷拿着猎枪,精诚地打倒了山上的兔子,坚定地说,不,绝不后悔,一个人为了理想,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后悔,可有时代价太沉重了,年纪越大就感到越沉重。 可即使是这样,爷爷也不曾后悔,他只是觉得他亏欠奶奶太多。 另一边玉梅虽说把话说绝了,但他还是爱着维本,他知道维本过得辛苦,想去看看他,但德贤却不同意。 当年德贤从济世起就一直在等人,他和母亲在往傅台等人,一边等一边哭,可是左等右等却一直都等不到那个人来,所以他恨,他怨,可他不能让玉梅像他母亲一样为了一个人苦苦地等,不能让孙子像他一样为了等一个不回来的人哭断肝肠。 隔天,解开心结的维本重新来到了家里找玉梅,玉梅知道,维本不是真的绝情,他是爱自己的。 爷爷知道这件事很高兴,他也不遗余力地开导玉梅,让他们重归于好。 玉梅问爷爷是不是支持维本出国,爷爷表示了支持,只是他话还没有说完,就被突然冲进来的德贤制止了。 德贤非常愤怒,他觉得爷爷一直在拆散这个家,愤怒中他把自己和爷爷唯一的合照砸了,扬言自己没有他这个父亲,维本也没有他这个爷爷, 这一举动让爷爷眼前一黑,差点晕倒在屋里。 这时大伙发现他爷爷不见了,他们在孔灵找到了他爷爷,所有人都来了,请他爷爷回家。 他爷爷指着孔灵说,你们打吧闹吧,这是孔灵。 咱们是孔家的,咱们有个老祖宗,叫孔子。 说完他爷爷在德贤妻子的搀扶下回了家。 他爷爷的寿宴上,全家人再次聚齐,却都压抑着,吃到最后又剩下了德贤和爷爷。 这一次德贤没有走,他告诉爷爷,当爷爷走后,有一个干部来找奶奶,说要签离婚协议书,奶奶不愿意,干部就抓着他的手按。 还说是上级指示,奶奶按完手印就昏了,等再次醒来,旧总是用手戳抗炎,戳到鲜血淋里也不肯罢休,奶奶死后,因为离了婚不被允许葬入孔灵。 还是三爷爷趁夜偷偷运过去买了,三爷爷当年对奶奶有情,可奶奶和奶奶早已为人妇,就算离婚,也只想着哪一个人。 爷爷去奶奶坟前上了乡,这么多年来,这也是他第一次了解他当年的苦,爷爷就要走了。 他把结好的绳子拿给了太爷爷,和家人好友道了别,踏上回北京的路。 德贤没有来送别,爷爷难过啊,可又无可奈何。 回去了路上,经过王府台,一个人影站在那里,是德贤。 德贤看到爷爷从车上走下来,眼中的泪终是受不住了。 爷爷飞奔着望向王府台,他知道这绳子的结是真的解开了。 子在穿上约,侍者如斯夫不舍昼夜,消失的时光就像河流一样, 不管你怎样阻止,他都会一往无前地飞奔而去,无论昼夜。 年少时的错,或许你当时觉得是一生不能原谅的罪过, 可到头来,或许你并没有那么恨,没有那么怨, 你只是不甘,而这种不甘,又太容易在时光的消磨下变成无奈。 最后,也不会是放下怨恨,一句罢了,让自己解脱。 那么今天到这了,我是立歌,愿意做登展,照亮你心。